实时数据显示 截至6月3日上午 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超183万例 单日新增超2.4万例 累计死亡已达10.6万例 多位美国官员和专家表示 大规模的人群聚集 会导致美国疫情的二次爆发 流行病学家称 由于暴露于病毒和出现症状之间有时间延迟 抗疫活动对病毒传播的影响 将在几周后才能得知 然而美国的这一担心很快就来了 在较早出现示威活动的明尼苏达州 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已经开始上升 6月2日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称 一名队员已经确诊感染 另外还有9人出现症状 并且他们将对全部近7000名人员进行检测 而在美国俄克拉马赫州 橄榄球运动员阿门发推特称 尽管自己在参加制威活动时做好了防护 但还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他提醒其他参与抗疫活动的人保证安全 美国健康专家称 虽然这种病毒在室外传播的可能性小于室内 口罩可以减少呼吸道飞沫传播 但是美国抗疫者呼喊口号 大喊大叫唱歌都增加了飞沫的传播距离 流行病学家查德·艾利森还指出 警察经常会使用催泪瓦斯 胡椒喷雾驱散示威者 或者将他们聚集到小范围内进行控制 这些会让人流鼻涕和咳嗽 有利于病毒的传播 分析人士认为 全美范围内大规模的骚乱影响疫情防控 而抗疫示威的爆发和疫情 也有着莫大关系 疫情之下美国诸多社会矛盾凸显 少数族裔受疫情影响更加明显 佛罗伊德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 一旦美国疫情反弹 民众不满 恐将进一步加深 加之白宫言行在不断激化矛盾 美国很可能会陷入 疫情和示威的恶性循环之中 lil众不满 那么不满